与高点相比,2月17日,全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首次降至2000例以内。 湖北省外单日新增确诊病例首次降至100例以内。 全国单日新增死亡病例首次降至100例以内。 实现了三个首次,疫情形势进一步出现,向好变化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